谁说运动明星必须要保持高冷的形象 看看我们的跳水女王全红蝉 她在澳门回归25周年全民健康领跑活动上 竟因发令枪声而露出了搞笑的表情 这种反差实在太可爱了 而曾经被称为跳水皇后的郭晶晶 甚至藏身于蝉宝身后 如果不是网友们的火眼晶晶 几乎没人能认出来 这两位从不同年代来的跳水冠军 以表情帝和隐身大师的身份 为我们带来了新老冠军 碰面的独特瞬间 谁说运动员就必须严肃认真 看看全红蝉那惊讶的表情 简直是00后运动员最生动的写照 作为奥运冠军 她在公共场合展现出的亲民气息 正是新时代运动员魅力的体现 而郭晶晶的低调 又何尝不是一种延续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真正强大的人 从不需要借助外在姿态来凸显自己的价值 蝉宝成功的秘诀只有一个字 恋 这个简单直接的回答揭示了中国体育精神的精髓 再看郭晶晶的儿子 他一转了母亲卓越的运动才能 冲在前方 这难道不是体育精神最完美的一种转程吗 一代又一代的运动员 凭极汗水浇灌梦想 以努力全是坚持 谁说运动员仅仅擅长训练 蝉宝还展示了他的厨艺呢 这种亲民的表现 让人感受到冠军们日常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 体育明星的魅力 除了赛场上的辉煌 更在于生活中的点滴细节 李小鹏带着女儿奥利参加活动 郭晶晶的儿子充满活力 这些都转递着体育精神代代向成的信息 巴黎奥运会结束两个多月了 这时候 全球的体育迷们不再光盯着赛场上的激烈竞争了 开始关注起运动员们的日常训练和生活 咱中国的跳水小明星全红蝉 这段时间可重要了 既是他恢复身体 提升技能的好时候 也是他面对大伙期待 自己成长的关键阶段 这部 最近全红蝉以全新的模样 亮相澳门回归25周年庆祝活动 他那低调又坚韧的静儿 一下子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活动准备的时候 澳门那边通过官方渠道宣布 把全红蝉和跳水皇后郭晶晶 当成宣传海报的焦点人物 这一决定在网上可就炸锅了 网友们都喊着特别期待 看到两代跳水女皇同框的画面 你想啊 全红蝉自从在东京奥运会上一战成名后 就凭着超棒的表现 和清纯的模样 收获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郭晶晶呢 作为前辈 那可是中国跳水界的传奇人物 这俩人联手 活动肯定更有看头了 当天下午 全红蝉和一群奥运舰儿坐着专车 来到了活动举办地永利皇宫 据现场的人说 奥运舰儿们一下车 那欢迎场面老热烈了 活动方还专门给他们准备了各小欢迎仪式 送上鲜花表示敬意 在欢迎仪式上 全红蝉穿着蓝色羽绒服 戴着口罩 虽然打扮得挺低调 可那奥运舰儿的气质藏都藏不住 他笑着对着镜头比个 V 清和力十足 特别乐观 澳门的街头贴满了活动的宣传海报 而海报上 全红蝉的头像极其显眼 和一旁的郭晶晶一道闪耀 两个不同年代的跳水女皇 象征了中国体育跳水项目发展的辉煌史 海报的设计很明显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体育活动 这是对全红蝉背后无数场比赛胜利 汉水和荣耀的最高致敬 与他一起来的郭晶晶 是1990年代至2000年代跳水坛的巨人 曾多次问鼎世界冠军 而如今 全红蝉带着新时代的跳水辉煌 继续转成和发扬着中国跳水的转棋 两代跳水皇后并驾齐驱 不仅仅是一种荣耀 更是一种激励 激励着下一代年轻的运动员们 站到更高的舞台上 当天奥运健儿们抵达澳门 入住了永利皇宫酒店 酒店为他们准备了非常温馨的小型欢迎仪式 以及鲜花和浓浓的笑意 而我们的跳水小花全红蝉 在镜头前显得十分乖巧 穿着一件蓝色外套 口罩遮面 还俏皮地对镜头做出了一个经典的V手势 你看 全红蝉确实是那个依然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 然而 细看她的脸瘦了不少 在迎接仪式的合影中 全红蝉自然是站在中间的C位 而其他的运动员们站在她身旁 她的私服非常低调 简简单单的蓝色羽绒服和运动裤 让人仿佛见到了赛场上 那个全神贯注的跳水选手 就在26日 这场盛大的活动拉开了帷幕 全红蝉 李小鹏 还有李小鹏的可爱女儿奥利 她们站在领跑队伍的最前面 那画面简直萌化了众人的心 而咱们的跳水女神郭晶晶呢 她竟然低调地站在了全红蝉的后面 如果不是眼尖的网友多次确认 还真不容易发现这位曾经的跳水皇后呢 看来 郭晶晶不仅跳水技术了得 连做人也是这么低调 谦逊 真是让人佩服 说到郭晶晶的儿子 那可是继承了妈妈的运动 天赋和热爱 小家伙在领跑活动中 竟然跑在了最前面 戴着个小眼镜 模样和爸爸霍启刚 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看来 这霍家的基因也是相当强大啊 不过 话说回来 这起跑的声音可真是够突然的 把好多人都吓了一跳 就连咱们的蝉宝全红蝉 也被吓得表情包都出来了 那模样真是既可爱又搞笑 网友们看到这一幕 纷纷表示 蝉宝 你可真是太逗了 这次蝉宝来到澳门 可不仅仅是来参加领跑活动的哦 他还和澳门大学的师生们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分享了自己的跳水心得 和保持成绩的秘诀 当被问到如何保持好成绩时 蝉宝毫不犹豫地回答 练 这简单的两个字 却倒出了他背后付出的努力和汗水 是啊 无论是谁 想要在自己的领域里取得成就 都离不开坚持不懈地练习和付出 蝉宝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向大家展示了 什么是真实不做作的个性 在活动现场 他不仅和大家亲切互动 还秀了一把厨艺 这可真让人意想不到 原来咱们的跳水女神 还有这么一手好厨艺呢 看来蝉宝不仅跳水跳得好 连做饭也是一把好手啊 看着蝉宝在澳门的一系列活动 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这个曾经的小女孩 如今已经常成为了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和公众人物 她的努力和付出 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和尊重 也激励着更多的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 有的人梦想成为科学家 探索未知的领域 有的人梦想成为艺术家 用滑笔描绘出心中的美好 还有的人梦想成为运动员 在赛场上挥洒汗水 为国争光 无论是什么样的梦想 都需要我们去坚持和努力 就像蝉宝一样 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只要坚持不懈地练习和付出 终会有收获的那一天 当然啦 追求梦想的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有时候甚至会感到迷茫和无助 但是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勇往直前 就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实现自己的梦想 就像蝉宝在跳水生涯中 遇到的那些挑战一样 她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最终站在了世界之巅 看着蝉宝在澳门的活动 现场那么受欢迎 真是让人为她感到高兴 这个曾经的小女孩 如今已经常成为了一个 备受瞩目的明星 这次澳门领跑活动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奥运健儿的风采和魅力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背后的努力和付出